OK 嗨 各位 剛剛前面那個William還有我說 這是他第五次參加Costcard對不對 我算了一下 這個好像是我第四次喔 我第一次是2017還18 181920 第四還第五次 對 所以我跟Costcard算是小偶遠遠啦 蠻有感情的 那其實今年本來沒有要出來講 因為我已經收三了 所以 但是剛好最近 喔 等他 我就知道他有點想 好 我等他一下 這個鈴聲蠻有魔性的耶 破音 你台科大的耶 以前不是這個樣子嗎 以前不是好是不是 喔 台科校友 好啦 比較87一點 OK 好 我們繼續齁 對 那今年算是受到就是什麼都要邀請 然後他想說 這個 往年啦 這個Blockchain Distribute Leisure 各位是第一次來參加這個議程的舉手好不好 第一次來的 只有你們是不是 喔 OK 很多很多 好 你這個議程發起人是誰嗎 叫做台北Evmila對不對 當年是我來發起這個議程 這是我提交的議程 第一件是我弄的 對 然後後來就是我們裁判買的Pass給後面那些 台北提防社群的一些後面的 新來的人 沒想到過了四年五年 時過境千 币圈都涼了 都熊了 他這個議程居然還在 我發現那時候我的 我的題目定得很好 我定的是Blockchain and Distribute Leisure 沒有Crypto 沒有Token 只有技術而已 那我想這一點其實也很符合 就是Costco的宗旨嘛 好 我廢話不多說 我們進入正題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Why Solana 2023 大家最近如果Google Solana這個鏈的話 應該會得到蠻多負面消息的 對吧 不管是去年 11月的FTX大爆炸 或是他 一直當機停機的問題 這些東西 那我覺得我今天 就是想要跟他直球對決 正面回答這些所有的質疑 當然當中有一些是 確實發生過的事情 但是有一些東西 是我覺得大家長期為在 對他的誤解跟誤區 那 所以我覺得今天呢 就是我們在直球對決 我不會講太多技術的東西 我剛剛前面就是 有講Move的嘛 有講這個EVM的嘛 對不對 很技術 我當然我知道Costcard 這個議程啊 主要就是要講技術 大家的工程是阿宅嘛 我看一下覺得很宅 對 還有你的非常宅 但是我今天 我promise各位 今天絕對不會講太多技術的東西 我們講更多是觀念 跟Motivation 跟Why 為什麼 今天重點是要回答這個Why 為什麼2023年 你還需要去關注這條虛化鏈呢 它是不是已經量了 好 我要回答這個問題 好 那 首先就是 我想介紹一下我們 我們齁 那我們的前身 也就是說 欸 Jim 你憑什麼可以講這桑拉的題目呢 那我想全台灣如果 我說我沒資格的話 當然沒有資格啦 開玩笑 開玩笑 外面還做一個大大 立軒 他們以前 blockto也接過Solana 然後很早期 就是Solana中文社群 很多的這個 很厲害的一些工程師 都是 他們家的 對 算是當年就是網路了一批 第一批算是台灣 有時候Solana工程師 那我們是2020年開始 我們在台北做了一些 線下的技術社群 我們叫Soulmeet 那原則上就是我們每個月 都會舉辦一場Solana Mila 然後我們 講題目啊 比這裡還硬喔 因為這邊其實大部分都用簡報 對不對 我沒給你用簡報 我們直接 開執事碼直接開幹 直接demo 直接每一次就是一個 長達一到兩小時的一個 一個workshop的demonstration 對 那我們講過很多題目喔 那包括就是 我們在場有很多就是我們 我們公司的工程師 那他們以前都是我們以前講者 對 那 那所以基本上我們以前呢 就是這樣子去經營一個社群呢 就是希望把它 對Solana認知開放的一整個拉上來 好 那我們其實陸陸續續的舉辦了15場 那大概累積超過400人參加 那 在今年1月的時候呢 我就是我們 雖然是近期舉辦的 最近跟最後一場的生命 就是今年1月 那 到現在7月 這個半年 這半年為什麼我們沒有繼續做呢 呃 原因很簡單嘛 就是我們pivot 那 我們從原本講技術的這個 視角 變成是講更多是產品 講產品的視角 所以我們從探討Solution 告訴你為什麼東西可以這樣做那樣做 我從教你怎麼樣去 打造一把很巨大的雷神之槌 變成跟你講說 欸你這個槌子應該解決哪些問題 然後就是去敲哪些釘子 所以我們從探看Solutions 變成探看Problems 那所以我們就是整個rebraining 我們叫GenFree Generation for WebFree 就是Web3的三世代的意思 好 那基本上我們這個東西 呃 我們這個 呃 我們的定位比較像是一個 內容創作者 那其實除了 呃 就是受邀去演講啊 或是開設一些workshop之外 那更多的是我們有經營自己的內容跟頻道 好 那有興趣的話就是可以去 Follow我們 呃就是我們的官網在這裡 呃 我只能好記 就GenFree打你來我 就可以找到我們了 好 那今天大綱是這樣子啊 就是說呃 我們會先很快的看一下 就是區塊鏈技術 到底有哪些components 哪些成分 然後以及中間哪些點是瓶頸的部分 欸我想問一下 在座各位全部都有開發過智能合約的經驗嗎 你們的background是什麼 我好奇 就是 你有聽過Solana的舉手好不好 就都有聽過嘛 那那你 你是工程師的舉手 應該是工程師 你是back-end的舉手 喔所以其他不是back-end 好 那我看大概就是有一半左右的人 應該是對區塊鏈技術熟悉的 好 所以那我覺得前面這part 我還是很快帶過 因為這個會 大大影響到就是 為什麼我們要就是創造出Solana這個技術 它的背景原因是什麼 那其實剛剛前面Justine還有講嘛 就是 可能是現況異變不夠好用 那到底哪裡不好用呢 我們會來剖析一下 那再來就是我們會講比較深入 稍微深入一點的東西 就是Solana高性能是有哪些components 事實上 我這part裡面有找到的東西啊 有一些會跟前面 講的重疊到 非常非常的巧妙 就是 大家看到的問題就同一個 但是解決方法 卻有點差異 所以我們這邊會講說 那Solana是怎麼解決這個問題的 那再來就是我要就是 闢謠一下 就是那到底Solana涼了沒啊 然後戶需有哪一些 中心化 Siqualana 對不對 然後常當機啊 FDS是不是已經涼了 這些東西 然後我就直求對決 絕對不會閃閃躲 對 然後最後就是分享一些 我個人覺得很有用的 就是 訊息資源 然後那我們先到第一part喔 那就是到底區塊的技術 大概是有哪些 我覺得如果你已經很了解這一塊的話 就當然是一個overview 然後呢 我也會提供一些就是 我在B圈連圈這邊 待了五六年以來的一個視角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首先就是 我覺得我這邊有提出一個很有趣的觀點 就基本上如果你是一個 你想要做一個帳門對不對 你其實如果你只有一個transaction 就可以變成一個帳門了 對吧 你不用其他的過多功能 但是這個帳門很不安全啊 就我很常喜歡用一個就是舉例 就是你想像一下 一個村莊裡面的十個人啊 他們要怎麼樣做 就是他們沒有貨幣 他們怎麼交易 其實很簡單嘛 其實他們只要有辦法 就是傳指條上面寫說 老王A給B10塊錢 Alex給Bob10塊錢 比Bob給Charlie30塊錢 對不對 他們只要有辦法去 有這個交易體系 有一個帳本 他就可以有一個貨幣體系 那 但如果說今天你要讓這個東西 呃 變得分散一點 分散一點 distribute it 呃 去快速的 喔 去對到就是狀態的同步 這件事情而已 各位你想一下 就像剛剛Justa講的 欸 你要做這個交易 誰說你要block 你可以不要block 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block 為什麼要block block block的重點就是 我認為啦齁 就是因為我現在回去 overview這麼多技術來講 block就是兩個重點 一個是 他要尋求的是一個batch 他比較有效率 批示出來比較有效率嘛 對不對 比起你一個一個傳 然後被flogging 不如就是一個batch一次傳 那 第二點就是說 呃 他要去處理一個東西 叫做double spending的問題 你要處理double spending 你就要有一個 全網唯一的一個 就是一個共識 所以這共識主要是 為了防範這個double spending 所以 我會說就是 如果你只是要分散而已 你不要去中心化 你只要分散 分散什麼意思呢 分散跟去中心化兩個是 算 不是同意思 分散就是說 你可能只有 你可能會有一個中心化的存在 但是我可以把這個中心化的東西 分成很多地方儲存 那這個東西 是不是就很像是 我們現在分散是資料庫 對不對 你比如說今天我們用 這些 呃 就是一些比較 百萬級的服務 那他們通常會有很多的db嘛 那這db就分散式的db 但是你不會說要去中心化 所以你要去中心化 重點的是你要有一個全網共識 叫chain 你要用這個chain來維護這個東西 那 像Bitcoin就是一個去中心化的 分散式帳本 對不對 那以太坊呢 以太坊呢 以太坊是帳本嗎 其實以太坊它是狀態機 因為為什麼 因為它有VM嘛 它有VM 你可以在這個狀態裡面呢 去儲存一些你想要執行的 一些code Bitcode 那你可以是EVM 所以VM就很多 玩出很多新化樣嘛 你可以是EVM 對吧 你可以是SVM 就是SanaraVM 你也可以是MoveVM 然後你還有很多VM 你可以在這邊去玩出過新化樣 那其實除了這些大 比較high level的overview之外 那我們再切除幾個 就是我認為就是 有可能是這個區塊技術裡面 相當重要的存在 第一個當然密碼學嘛 你沒有密碼學 後面什麼都不用談的嘛 那密碼學具體來講 是體現到哪些事情上面呢 就是你會有這個數位簽章 你會有雜錯也算法 你有Miracle Tree 對不對 這些東西都是這個密碼學 帶給你的特性 它不可篡改 它賦予這些transaction block 一個單向性 就是它不可逆 以及它不可抵賴 因為我只要對這個block 或是transaction做簽章 它就怎麼樣 它就不可能被否認掉 因為你只有你這個資料 你只有你簽得出來 別人會仿造你的簽名 再來就是你還需要傳輸協定嘛 因為其實我發現很多時候啊 就是 在所有的區塊的技術裡面 或是 或是 這個協定的設計裡面 大家通常忽略到這一點 這點其實很重要 而且這點其實是 我在後面講到 這點其實反而是 大部分區塊的技術的瓶頸 是在這個地方 是在傳輸協定不夠好 不夠效率 太redundant 那 它的功能就是在於說 欸 你要做成一個 就是global的一個 一個群眾線網路 你總要 有辦法就是把一個狀態 給別人知道吧 對不對 那現在主流叫做Gossip Protocol 叫八卦協議嘛 什麼叫八卦協議 大家知道嗎 八卦協議就是 欸 我跟你講悄悄話 你不要跟別人講喔 好 我不會跟別人講 然後馬上轉過頭 跟另外三個人講 這個八卦協議 所以它就是一個 病毒式擴散的東西 它是指數其成長 所以你唯一 它是指數其成長的東西 所以它很容易 就把整個網路塞爆 癱瘓掉了 所以事實上現在 就是區塊的頻寬 你要想 假設那個factor n等於10的話 就是我跟一個人講 他跟10個人講 這是在這張成長的話 那其實 也就是說整個網路裡面 大概只有10%的頻寬被用到耶 其他90%都榮餘了吧 所以這一點就是 等一下後面講 Slala怎麼解決問題了 再來狀態管理 就是你要確保所有狀態都一致 那再來還有抗禮物機制啊 公共機制 這兩個東西其實就是 大家會比較常去談的嘛 通常你在網路上Google文章 欸 我要找區塊鏈擴容技術的話 他先跟你講 你先講這兩個東西 那具體講的是什麼 就是 Proof of Word Proof of State 工作證明 權益證明 欸 權益證明 我問各位好了 一個小觀念 請問權益證明是一個什麼機制 他是共識機制呢 還是抗禮物機制 有人知道嗎 權益證明 Proof of State是什麼 欸 你要回答嗎 是什麼 欸 講一下啊 錯 抗禮物機制 他是抗禮物機制 那這兩個東西差在哪裡 大家知道嗎 抗禮物機制就是說 我要確保 一個人 他只能是代表一個人 在網路 在區塊鏈裡面 所以我透過一個Proof of State 你要只壓東西進去 就一分錢不能兩分用嘛 對不對 所以只有去Staking的這個Validator 才是真的Validator 所以他就抵抗了這個分身攻擊了 叫抗禮物機制 那Proof of State相對就是Proof of Work 對不對 對不對 叫工作證明 工作證明當然也是抗禮物機制啊 對不對 因為你要付出算力嘛 你要算在Hash 所以透過貢獻算力 一個物理世界上的成本 去抵抗你在分身 就是虛擬世界創造分身的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增加在門檻 所以不管是工作證明還是權益證明 它都是抗禮物機制 它不是共識機制 那你就問Bitcoin的共識機是什麼 有人知道嗎 它其實名字很智障 它就拿開Model Consensus 就叫中本重共識 簡單的講一句話 挑最長的鏈接下去 就這樣 它共識就是 這件事情叫共識 但是你要想說 那這個鏈怎麼長出來的 它用Proof of Work 所以這邊是一個小小的觀念釐清 再來 所以真正的共識我講了嘛 所以 其實在這個現在 呃 擴容裡面啦 對共識機制的改進 就是一個很古老的演算法 存在30年了 叫做PBFT 有人知道敗戰庭融錯演算法嗎 對啊 有人點頭 所以敗戰庭融錯演算法 這個東西才是真正的共識機制 好 它叫共識機制 好 那當然這個東西 所以很多人會跟你講說 我是星星探戀耶 我Proof of State 加上敗帆庭融演算法耶 這兩個東西 大家經常混為一探嘛 為什麼 需要Staking才可以成為敗戰庭公錯演算法裡面的那個節點啊 所以這兩個東西 都是綁在一起的 好 好 講那麼多 好 科普完了 那 瓶頸會有哪些 唉 我剛剛講嘛 第一個就是共識嘛 對不對 那個 敗戰庭融錯演算法 是一個 很古老的東西 但是 為什麼大家不需求使用它呢 它存在30年 為什麼 為什麼 Become出來的時候 沒有先選它呢 因為它有一些 很嚴重的缺陷 第一個 就是 就是 這個東西只有在 你很清楚 有哪些人在這個遊戲裡面的時候 你才可以玩嘛 比方說 就是這10個人 這10個人就是有投票權的人 可是你看 Bitcoin是一個什麼 完全匿名的去中心網路耶 你要怎麼知道 你要怎麼 你要怎麼用一個東西去維護說 現在到底全世界有多少Bitcoin節點 你沒有辦法做這件事情 因為大家都匿名了 好 所以這是為什麼一開始像 就是 Bitcoin這種低代網路 它不能用這個東西 因為 它去維護這間共識的話 你等於是要有一個共識前的共識 我不然是維護共識前 我就要在一個 一個global的一個sheet 去告訴我說 哪些人是 這個Bitcoin的節點 那不就是另外一共識的嗎 就是在詢問的名單哪裡來的 提升旦旦是這些問題 好 所以 後來大家會針對這個共識其實做改進 那我們就是把原本的這個 中本充共識變成是這個PPFT 然後這是一個改進嘛 那抗禮物當然是一個嘛 我從原本很耗能 很耗耗資源的Proof of Work變了Proof of State 這是一個改進 這是一個瓶頸 帳戶模型 執行環境這些東西啊 他們都比較接近像是這個 教育執行層面的瓶頸喔 所以像這個東西我才會彈細一點點喔 那 基本上 在Selana它被創造的背景當中 其實 這些東西已經先被VM4做出來了嘛 以太坊他們已經先去 針對這些東西做嘗試了 所以以太坊有它的商戶模型 以太坊它執行環境 那執行環境 簡單的講就是 你可以想成VM Version Machine 就是它怎麼樣去解讀這Bitcode 怎麼樣去執行這些交易的 一些 Magnum的做法 然後再來就是 它怎麼驗證每個交易 是不是正確的 那現金的做法就是 它要怎麼驗證 它必須把這個交易 就是從頭到尾再跑一遍嘛 對不對 那 有人會說那這件事情 我要怎麼樣去 讓它更有效率呢 這個後面 等一下我也會介紹一下 再來就是資料傳輸上面 剛剛有講到就是 現在主流都是用Gasic Protocol 我要用八卦協議 那這件事情其實是 大大的浪費了就是你的頻寬 好 那最後就是狀態管理 OK 那 我們就來針對這些東西 我們來看看說 那 我們有哪一些 方法去改善他們 那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在SNANA出現之前 就存在的東西 所以我們來做一個很快的檢視 各位我們現在談的東西 就是在解決區塊鏈的擴容問題 對吧 所以剛剛前面講到 這麼多區塊鏈技術的components 那他們理論上都應該是 可以被解決 就是 或是有一個獨特的東西解決它 好 那 所以我們有Proof of Stake 那就是2015 其實2015年就出來了 各位 你知道以太坊2.0啊 他在2014年 還沒上主網的時候 就已經被提出來 他的東西還沒上主網 他就說 欸我跟你講這東西 沒有Proof of Stake 那2015年就提出來 然後一直到20122年 他才 正式的清理到以太坊2.0 對不對 所以中間經過了6年 六七年的時間去做這個遷移 好 那他就是提供一個更高效抗擬物機制 好 那再來就是我們現在 大家談論的EVM的事情裡面 然後大家主要都在講什麼 Layer 2嘛 對不對 像剛剛這個William他在講這個 Eigen Layer Eigen Layer 就是一個什麼 就是去維護Layer 2 網路安全 的一個中間層嘛 Middle Layer嘛 對不對 所以 在2018年的時候呢 其實那個時候就陸陸續續很多 你現在聽到主流的 什麼Arbitron Optimistic Rollup Plasma 那死掉了 還有很多這些東西 Polygon都是那時候 Matic 就是這個時期出來的產物 那他們做事情做一件事就是 我要怎麼樣更有效率的 把計算移到殿下 對吧 欸我不用把所有的東西都上鏈嘛 我可以在殿下做就殿下做 那 痾 這件事情它 有好有壞啦 那我 我講一個最主流就是大家 為什麼不看好 應該說 一個反對派的聲音是 欸其實啊 就算你今天有這麼多的capacity好了 但是 鏈上的底面其實沒那麼多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很多很多Layer 2 但是這些Layer 2呢 他們的TP是極低 但是它低的原因不是因為說 它效能上不去 而是因為根本沒人需要用到它 因為現在很多Layer 2它其實已經 綁著跟application層次很接近的東西了 所以有時候其實底面不在那裡 所以與其去創造一個 怎麼講更好的這個 Layer Layer 2 不如去想說我怎麼樣去 把更多的user on board到 Web3上面 然後去創造那個底面 因為有需求才有進步嘛 有人去用我才想辦法變更好嘛 對不對 不然現在講的Layer 2其實 我就覺得就是老掉重彈 那再來就是還有Shotting Shotting它就是在解決狀態管理的問題 那這邊就不展開了 那最後就是最近大家很夯了 這個ZK Zero Knowledge Proof 那現在大家在講的東西就是ZKVM 這個東西算是一個聖杯吧 如果你今天有辦法創造出一個VM 它是VKVM 那基本上其他人就不用玩了 因為簡單來講就是 它可以讓電子的成本跟效能大大提升 這樣子 成本降低效能提升 我今天不展開 好 那接下來就要講到今天的重點 那到底 我們剛剛講了很多前進提要嘛 就是 徐環的技術是這些component 然後 可能會有部分的component或瓶頸 那Solana是怎麼樣去解決這些瓶頸問題呢 好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說 它本身有八個 算是他們 就是他們官方宣稱的這個核心的創新 那我們一個一個看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說其實這每一塊啊 都對應到了我剛剛前面提到了這個 區塊鏈可能的瓶頸所在的地方嘛對不對 我從這個 這個是共識算法 共識算法它提出了一套自己的 然後呢更高效傳輸協議 好 低內存實的交易傳發協議 好 那但是講這麼多東西呢 我想要特別highlight兩點兩個東西 一個叫做Proof of History 有人聽過Proof of History的嗎 OK好 有人知道 等一下我會講一下這件事情內涵是什麼 它看起來很像是一個共識 其實它不是 它是一個時鐘 它只是一個clock而已 那這個clock非常重要喔 因為這個clock會大量影響到 它後面所進行一系列優化 的一些 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就是說有這個clock的存在呢 它才可以讓它其他部分的優化成為可能 好 那再來第二個就是c-level c-level 算是Sanara獨特的一個VM嘛 好 那這個VM呢 它 其實實行起來 跟剛剛前面講到的這個 move的觀念有點類似 有點類似 那原則上 它就是 它就是把這個program的狀態 跟program本身的執行 是切開的 也就是說呢 合約本身是stateless 它是沒有狀態的 它把狀態呢 存在別的clock裡面 那在move裡面叫object resource-oriented object 那在Sanara裡面 它的名字就沒那麼酷 它也是叫account 但是這個account內涵呢 跟 以太坊的account是完全不一樣的 為什麼 以太坊的account裡面只有四個feel 那其中一個feel叫nounce 然後還有什麼什麼東西 但是Sanara裡面的account 它有很多很多feel 那其中一個就是叫owner 欸這個東西就跟move很像了 它可以去指定這個account的owner是誰 可以transfer 可以freeze 對不對 然後裡面還可以存就是data 這東西其實它已經是一個 簡單來講就是它已經跟那個 就是move裡面的那個object 霸氣趴向超級像 因為它可以轉 就是轉換它的owner之類的 好 所以講了那麼多 那我講的特別highlight兩個 就是proof history跟c-level 我們來看一下它們內涵是什麼 好 基本上proof history呢 那我覺得沒有任何東西 可以比這個圖講得更清楚啦 那 常常來說就是呢 它就是一個不斷自己hash自己的一個shot 自己hash自己的一個東西 一個function 每一個jail是一個雜錯函數嘛對不對 那每個雜錯函數呢 都會用上一輪的雜錯函數的結果 當作輸入 然後再雜錯一次 那這件事情為什麼重要 是因為 因為雜錯函數是一個單向的東西嘛 你看到結果 你無法回推就是 它的輸入是什麼 你看到output 你沒辦法回推input是什麼 所以你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要驗證 這個output的話 你只能從頭跑到尾 那這個就是proof of word 之所以成為可能的原因嘛對不對 那 這邊就推廣之後 它算是一個 怎麼講 就是說 因為如果我今天知道說 要 要達到一個hash的結果呢 它需要n個步驟的話 那這個n 它就可以當成是一個時鐘的存在 因為 不管是誰來做 它都必須要經過n的步驟 欸 它就變成是一個時鐘存在 所以 這個就是 進行short n的這個次數呢 它就可以當 博文成對場當個時鐘 好 那 它有一個很深奈的例子舉例啦 就是 這很像是說今天 呃 呃 你要怎麼證明 今天幾月幾號呢 你就要拍一張今天報紙對不對 因為 只有過去發生的時間 可以證明你現在就是 時間存在的這個 這個當下 好 所以 呃 有了存續之中呢 這個重要性就在於說 我就可以開始去 針對 我們剛剛 很難解決問題 來做優化 第一個 就是這個BFT 所以它寫了一個 獨特的東西 叫Tower BFT 那 第二個東西是Golf Trim Golf Trim 我們再回到前面看了 它解決問題是什麼呢 是 它可以去 做到一個更好的交易轉發協議 好 我很快講一下是什麼意思好了 就是 我們剛剛前面講到Gossip嘛對不對 Gossip是 我今天有一個交易 我要發改所有人 為什麼要發改所有人 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不曉得下一個出壞的人是誰嘛 對不對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 我不能去指定說 我要先發給哪一個人 但是 你今天一旦有了這個Proof of History啊 它就可以 去預先知道 你的出壞者可能是誰 於是呢 我就可以針對這件事做優化 我就可以直接把這個交易呢 發給 我知道下一個Round 的那個Leader 那個Proposer 我可以直接給他 我可以直接給他 好 這也就是為什麼呢 Solana常當機的原因 因為如果一瞬間啊 爆出大量的這個機器人交易的話 那因為這些交易啊 他們都會被送到一個指定 某一個高度的一個Validator嘛 對不對 他是出壞者 他不會發給別人 他只會發給那個人 所以短時間大量的一個Spike上來呢 他瞬間就會把這個機器人內存耗光 然後呢 他就會讓網路就是慢慢的就是 擴上去變癱瘓 因為如果一個Proposer down了 結果輪到下一個Proposer嘛 就很像是那個 不是一個哏圖嗎 那個死神拿鐮刀去敲人家家裡那個 那個哏圖 就很像這種情況 因為Proposer一個一個掛掉 那當他掛掉的程度 就低於 高於33%的時候呢 那你網路就會被彈簷掉 好 這是其中的原因喔 好 所以Proposer裂涵是在於 他是時鐘 他是時鐘 那細節我就不會展開太多了 好 那第二個就是我要講 算是一個我覺得很關鍵的創新啦 就是他本身的這個執行環境 叫C-Level 那 對 我很感謝前面就是 有人用Move先鋪墊一下 那我跟你講這對觀念太像了 好 簡單來說呢就是呢 每一個program啦 他裡面是沒有狀態的 他的狀態會分開存 會存在外面 好 那所以這個圖很快看出來 這個program 他是一個可以執行的環境嘛 對不對 所以他會有一個account 所以他應該說兩個account 一個account是存 他的buycode 欸 你覺得奇怪 buycode居然還有另外存 就是他的邏輯跟buycode是分開來的 再來就是呢 他裡面的這個會用到狀態啊 會另外存在一個account裡面 好 他是把它分開了 所以呢 那我們就來很仔細的推銷這件事情喔 Program無狀態 所以一個program可以管你N個帳戶 我們用就是這個發幣的token 來想像一下好了 假設你今天要發一個ERC20 就是一個簡單的fungible token好了 那 從頭出發應該是說 這個合約裡面 就管你的所有人的account嘛 對不對 也就是說呢 假設全世界有100個人 要用USDC轉檔 你就要等前面99個人都做完了 才輪到你 因為他不知道說就是 在前面99個人裡面啊 會不會有可能會動到同一個帳戶的情況 所以他只能一個一個做 他沒辦法去把這個帳戶做分離的狀況 所以但如果說我今天一個program 欸這個slide裡面 他有一個東西叫token program 叫做token program token program token program 如果你今天100個人在上面有開帳戶的話 他就有100個account 這100個account呢 他是不會互相干擾 他原則上是平行處理的對不對 好 所以只要我能夠確保說 每個program操作的狀態帳戶啊 都是不一樣的話 那他就可以平行處理了 所以平行化是這裡 他效能增加的關鍵 重點是 如果我可以事先知道說 每一個交易錢 發出之前啊 他們的狀態是不會互相干擾的話 那我就馬上可以平行處理啦 是不是很像剛剛DAG的觀念 對不對 那個有像無關圖就是這個概念嘛 因為每一個object 他只能被自己修改 或是被他第二給的人修改 所以本質上根本就不可能會互相衝突 所以他就可以平行處理 所以這觀念上其實超級像的齁 所以但只是在Sanara裡面呢 他是在C-level這層的嘴巴做掉 他並沒有就是體現在他本身的資料結構裡面 好那我們就很快比較一下 那EVM跟SVM 不好意思要把EVM抓出來編了 我們今天是反EVM陣營喔 OK那EVM合約會有狀態 啊我是無狀態的 EVM裡面你不用自己 因為他的好處是說 你今天假設你要去修改一個應用程式 的話 那你就只需要製造這個合約地址就好 對不對 就算你不知道合約地址呢 他就是你打到一個就是 算是gateway的地方 他也會把你re-direct到那個合約地址嘛對不對 好 所以就是簡單 開發者是不用煩惱這件事情的 但是C-level是因為說 他必須把這個帳戶管理的這件事情啊 全部都交給開發者自己去想 所以開發起來會很麻煩 這也是為什麼大家會覺得說 欸Solana就是開發起來 是這麼如此難上手的開發原因 是因為他把原本在合約層裡面做掉的東西啊 全部要你develop自己處理 好 因為你必須要幫忙每一個你會用到的東西 開設新的狀態去儲存它保存它 好 那 再一點就是說剛剛姐妹講到 就是交易結構裡面 就是他我今天是要發出一個交易跟這個合約互動的時候啊 在以太坊裡面你是不需要 你只需要帶一個就是目標地址 一個地址就好啦 你其他什麼都不需要 但是呢 在C-level裡面呢 你必須要指定 你所有這筆交易裡面會用到的所有的accounts 你事前就要跟他講 他是一個決定性deterministic 一個決定性的東西 你不能中途就是插進去 然後他不像以太坊合約一樣這麼活用嘛 就是欸我這個合約 可以再call另外一個合約 可以再call另外一個合約 再call好幾層 不曉得在call什麼東西 那call裡面呢 是你必須在這個交易執行前 你就告訴他所有你會用到的合約的這個地址 對不起 這個account的地址 要先告訴他 他才可以做平行化驗證 所以那關鍵的差異就是 他只能線性然後他可以平行化 OK 好 我的時間過得有點快喔 那我覺得我們直接進到這個 最持久的部分 但是在開始之前呢 我想要再講一下就是一個特別的 呃就是 Jump Crypto是這個在Crypto裡面呢 一個很大的造勢商嘛對不對 對不對 那他們在去年開始呢 跟Sanada Foundation 就合作了一個計畫 就是他們打算啊 從零開始 幫Sanada打造一個新的validator 一個新的驗證者 因為 好這件事情不會的啦 就是Sanada現在確實 有其中心化的部分 那這件事情體現的 最能夠就是在他的客戶段 多樣性裡面體現出來 因為Sanada裡面 是沒有第二個Client的 他只有一個Client 就是Foundation開發的Client 好 所以Jump Crypto會覺得說 那我們想要就是 從頭開始幫Sanada 打造一個新的Client 那這個東西叫Fire Dancer 那這個數據我覺得 放出來有點 就是 有點像假的 因為 怎麼可能那麼高 就是他 他做的測試是說 欸 這個Fire Dancer啊 他的TPS 就能夠達到 六萬到 六百K到 1.2M 這個數字高到 我就覺得是假的了 所以 這個看看就好 但我覺得不管怎麼樣呢 就是我們現在即將 在去年開始 他們就一直在進行 就是新的Client的開發 然後效能呢 也會有非銳性顯著提升 那 這個東西我覺得 有興趣的話呢 很建議大家去看 這個東西叫Fire Dancer 好 那 我就 我們就執求什麼 今天我覺得至少講完這part 可以放大家走 那就是 大家會 Sanada會有幾個 就是 常看到的負面消息 他很中心嗎 他常當機 或是FTS事件後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沒有機會 我Hold了So一半賣掉 最近漲了一波一半賣掉 還是你要我要繼續Hold 還沒有機會 好 OK 那我們就一個來看嘛 欸 那Sanada真的很中心化嗎 其實 我覺得 平常中心化這件事情 有很多方法 那其中一個 就是 我們不能憑感覺嘛 當然 當然就是靠這個 就是 第三方Client的 種類 來說 當然是一個 頻段指標 但我覺得 更合理的指標 是你看這個籌碼的分散程度 衝碼分散程度 好 那舉例來說好了 像是我們通常會用一個 呃 一個指標 叫做中本通氣數 有人知道什麼是中本通氣數嗎 都不知道 所以真的沒人知道 這是什麼東西 太棒了 我跟人家屁咬一下 我跟人家屁咬一下 中本通氣數的意思就是說呢 在這個Proof of Stake 權益證明形態的網路裡面 齁 你要有多少個個體 一起去串謀 才可以癱瘓這個網路 那癱瘓的標準就是三分之一嘛 33% 因為 三分之一人不投票 那這個區塊鏈就無法出塊了 齁 所以 簡單講就是說 我要串謀多少個個體 我才可以讓 這個網路座位的門檻達到三分之一 好 所以難道我跟大家講 Solana的中本通氣數其實很高 它是33% 就是說 我必須要前面33個Valet的 集合起來 才可以去探望這網路 齁33% 我們先進出的數字喔 那我們來看看Bitcoin跟Ethereum 是什麼 Bitcoin只有5A 然後Ethereum只有3 欸為什麼那麼低 因為他們有很大的礦池嘛 他們minePort 或是以前比較大的這個Port 所以 其實因為他們有這麼巨大的Port存在 他們 其實的中本氣數其實更低了 好 因為這些Port本身它 就會有這個更大的籌碼跟決策權嘛 好 所以我覺得這第一點就是跟大家講就是 呃 在講春心話的時候呢 可以用 我們可以用另外一個指標來衡量 那除了就是 客戶端的多元性之外 我們還可以去看 中本通氣數 那如果我們用這個係數來看的話呢 其實它本身表情是不會太差了 甚至還大幅超越 好 這是第一個 我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那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當機到底是為什麼啊 我剛剛前面講過嘛 是因為小辣拉它本身有八 就是我剛剛講 楊娜沙塔列出了八個 這個核心的技術嘛對不對 那其中有一個技術的就是 就是叫全身forwarding 就是 呃 那個 它只會把交易送給 那個被delegate 的那個validator 它即將出 如果我現在出塊是要這個交易的話 那我才會去收它 那也就是說其實 它很容易出現的情況就是 只要我一個瞬間 這個網路上的交易爆量 那他們 因為我是一瞬間一個spike嘛 它不是平均分散的 所以那個spike呢 就瞬間把 那個倒霉鬼 那個剛好在那個block出塊的 一個validator給塞爆 那它就下線了 好 所以 那這件事情的主因其實在於說 是這樣子 是因為 現在bot可以用很低齡的手續費 就發出很多垃圾交易 smand me transaction 那 對於這件事情的解法就很簡單嘛 那我就提高手續費啊 或是我就去 想出一些機制去辨認 誰是機器人誰不是嘛 所以他們的解法是這樣子 其實這件事情在 在陸陸續續在去年底 就已經開始 這些新的變化改版就上線了 那我們來看他做哪個事情 第一個當然就是 針對協議本身嘛 那他們從這個UDP 轉成是更高效的quick quick協定 那第二點就是說 那我要怎麼知道 哪些人是bot呢 很簡單 就是我就去看說 送出這個bot的這個個體啊 他有沒有stake 如果他有stake 那大概就不是bot 那他有stake我還可以去比較 我可以對這個stake的籌碼數量做加權嗎 所以 我就可以算出來說 欸這些交易當中啊 因為哪一些東西 可能是真人發的 哪一些可能不是 可能是機器人發的 那我們就可以就是 做一個很粗略的filter跟估算 所以這是 這是第一點就是針對bot 辨認誰是bot的一個做法 那再來就是 那 那我可不可以就是繼續把手續費加上去 欸當然也可以 所以另外一方式是說 我可不可以在原本低點手續費之上 我加入一些 extra fee 那如果你願意付這個錢的話呢 你就可以去把你的交易優先排序進去 排序進去 那麼這件事情對每個節點來講呢 也是有幫助的嘛 因為每個節點他就可以去針對每一個交易 交易所願付手續費 去做排序 那很自然的 就會把那些來spamming的transaction 排除掉了 好 所以這些東西其實就算是 我覺得 他們的動作很快 而且這個問題一直有在想 有在處理 好 所以大家在湊 當機的時候 你也不要忘記其實 這當機的問題其實是 源自於他本身 極度 就是優化到極致的一個 一個 一個技術 好 那我覺得 當然這是 短期內的就是一個 治標不治本的 的東西嘛 長期來看我們還是一個 需要一個更優化 更好的一個 那就是剛剛講到Fight Answer 所以蠻期待的 好 那最後大家就關心 那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FDS到底就是 影響多大嘛 那 那我覺得一些很現實的指標 那確實是被打擊的 那TVO Defi TVO呢 也從一個billion 10億美金 只剩下1億美金 縮水90% 就是非常非常慘 那我覺得這些投機者的錢 是小事 我覺得開發者 開始不相信這個鏈還是大事 因為很多開發者 他們開始去 尋求別的機會嘛 對不對 那當然就是 Move啊這些東西 Sweet Aptos 那 那 所以很多開發者 他開始對這個鏈失去信心 他覺得說 啊是不是沒洗涼了 所以大概在半年前 我們歷經了一波 蠻大的出走槽 就很多 Zalara上面的項目啊 他們都 慢慢的就 就 就Soft Rock了 就是他就沒有更新了 然後他就慢慢的 Dying 那 那直到最近 就是有一些 我覺得算是不錯的賽 那這些東西 大家可以去看 就是Messari最新的這個report 那2023Q2的這個report可以去看 那裡面都提出了蠻多指標 那他從很多方面下去評估嘛 就是從這個 鏈上 Define電商數據啊 或是這個Foundation 他們 是不是有繼續去持續推動 然後開發的生態 那我覺得從這幾點來看呢 我都還蠻 我相信啦 就是 就是說 你本來有100滴血 那一次被砍到成10滴 那現在可能只能恢復到25而已 就 你還沒有就是 就是蠻血復活嘛 但是起碼我們可以看到 慢慢的他自己在回血 從10變25了 那 所以幾個例子嘛 就是像最近我們會看到 就是從 這個TVO的總所倉量 已經從 去年最低點的這個1億美金 慢慢的回升到今年的2億美金了 就是他 這些 這些就是 資本慢慢的願意 回流到這個鏈上面 那再來就是 因為我們是開發的社群嘛 所以我們比較在意的是說 這個Foundation他到底 他有沒有有心想做事 那 評斷他有沒有想做事的指標 就是看他 要不要給錢嘛 或是他要不要去做Hackathon嘛 好 那 給錢這件事情 長大一直沒有聽過 直到最近他們還寄出了一個新的Grants 那這Grants呢 有兩檔 第一檔 就是他們很支持 就是在上面做一些AI的應用 就他們的目光 其實一直想要就是往這個 Consumer App 消費者等級的App去做 所以我發現這個路數啊 其實跟很多其他的鏈 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比方說以太坊 以太坊 以太坊可能專注在打造 就是更好的金融生態體驗 這東西 那但是本身的User Base 就會相當相對的低 再加上網路本身的這個Scalability 沒有這麼好 所以相對來講 本來是星星公鏈 像是Move或是Solana 他們就比較會去看到 那些還沒有被滿足的Consumer的世界 那以Solana來講 他做這件事情的一個動機跟出發點 就是 在於能夠吸引更多的百萬級用戶進來 找大學更好的應用 所以他們才這麼大方給Grant 那甚至就是 到來他們 一直引以為傲的一個全世界循環的Hacker House 那也是今年5月 剛剛在台北華山結束 那也是我們去幫忙協助承辦的 所以 他們這個世界差距的腳步 還是沒有停下來 還是非常活躍 那 我覺得綜合這集系列來分析 那 我會這樣講 就是 他的血被扣到是10滴 但是他慢慢恢復25 然後後期還是看漲 然後 我覺得這邊有什麼因素 大家可以持續的去關注 好 那最後最後最怕 我們講完這個就休息了 那這邊就是 我自己覺得幾個不錯的資源 然後我發現 我好像忘了分享這個簡報 對 我 事後 還是我現在給大家 QR扣給大家掃好了 這樣比較簡單一點 掃動一下 好 那我去給大家掃這個QRQ 因為我想說 一些resources 你們直接在檢查 你們看 然後我要開全線 稍等我一下 稍等我一下 我把全線打開 分享 OK 任何就可以 OK應該可以了 看到嗎 有了 有了 搖進來了 好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想帶給各位的一些 關於Solana的一些技術簡介 然後他 集中哪些問題 然後以及他是不是可以從過去的這個 事件當中恢復 以及未來來的展望 所以就希望大家就是經過今天套之後呢 可以就是 抱著一個開放的心態 然後去了解這個星星公鏈 他技術還是非常棒的 好不好 謝謝各位 有沒有問題 有一個問題 Layer 2讓你開放庫容很大提升 那Solana生態優勢值得花有限時間學Solana嗎 我覺得啦 我覺得Layer 2的問題就我剛剛講 就是 就是 Solana他本身解決問題的方面有很多嘛 他不是只從共識 因為Layer 2他是只從共識層的這個層面去解決 但我剛剛前面講到 其實 Layer 2也有期極限嘛 對不對 Layer 2現在的理論上限值應該不會超過1000個TPS 但是 他還是沒有去解決到就是以太坊本身設計上最核心的缺陷 就是他的account model 跟他的這個 知性 speakers 交易驗證這個效能問題 好 所以我會覺得說 基本短期內Layer 2 看起來有讓Ethermall很大提升 但是它long term來講 我還是不認為它有辦法去吸引到 下一個等級的 下一個consumer level 的這種應用存在 所以長期來看我還是覺得說 必須要從多個角度多面向去解決 那包含我就是回到我們剛剛前面講到 就是 C level像這種 這種執行round time等級的解決問題 或是更好的交易寵出策略 那這些東西就是Layer 2沒有touch到的 所以 我相信Sanara優勢其實 比起Layer 2 能夠帶來的東西還有多很多 這樣子 還有問題嗎 欸 哈囉 Kevin 對 對 那你覺得 對於Sanara開發者來說 就是 從EBM直接轉過去還是說 Sanara直接開不去的會 嗯 好問題 他的意思是說因為 呃 其實Sanara的生態 除了Neon之外啊 最近還除了Solim嘛 對不對 你可以用Solim開發 Sanara原生program 甚至它連Move都支援 因為它是LVM 所以Move它也可以解析 那回答的問題就是說 那我身為開發者 我是不是真的要投入 這麼多額外的資源 去學習一個全新的Rust 然後或是 或是我還是 還是我可以就是 用一些比較 偷機的方式 用原本的 就有 就有了這技能然後轉過去 我還是建議要學新的 因為Sanara本身的開發邏輯 跟其他連非常不一樣 它是我覺得算是 呃 EBM正以外啦 第一個 有這樣子成就的鏈 我過去那些很多死掉 然後我就不記得 那直到現在 我還是覺得 就是Sanara本身的技術 它原本那些 它 就你剛剛 看到它的那些八大創新嘛 它解決的都是很實際的問題嘛 因為就是 它是很直接去直面 直接去面對這個Blockchain本身 這些瓶頸 然後提出了一些Solutions 好 所以 呃 我覺得去 算是 就是 就是你去 你去學習 這個新的語言開發的時候 其實你學的不是語言本身 而是你去學的是它 本身去思考 或是去設計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合約的一些心態 所以我還是非常建議 你要去學音的 對 馬上就有機會了 對 還有問題嗎 好 結束了 謝謝 那我們今天議程就到這邊 那明天 的議程是從 早上10點開始 你請假設 好 開心 快點 你不可以 考慮 要 達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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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